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克里斯托弗·瑞伊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呼吁 随着巴以冲突的持续 执法部门应该谨慎关注其所反应 因为在那之后 针对美国人的恐怖威胁数量有所增加 不能排除美国本土遭到类似攻击的可能性 他提醒民众要保持警惕 尤其是那些可能从最近发生的事件中 获得灵感而实施暴力的孤狼 发现有疑似恐袭线索 请立即报警 同时 许多美国大学包括哈佛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耶鲁大学 斯坦福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等 已成为巴以双方抗议活动的爆发点 学生之间的对立关系达到白热化 此外 巴以冲突乱局也冲击了美国政局 让两党内部就巴以问题产生诸多矛盾 给美国政局带来新的动荡 美汽车业罢工正在波及到越来越多的工厂 也有越来越多未参与罢工的汽车工人 因工厂停工而遭遇临时性裁员 两方之间拉锯日渐焦灼 10月16日 福特宣布将在该公司中西部几家工厂 再裁550名工人 理由是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UO上周对其最大的工厂进行突然罢工 导致工厂运营受到影响 这些裁员是罢工的结果 因为这6个工厂必须减少通常运往 肯塔基州卡车工厂合获芝加哥装配厂的零部件的产量 有报道称迄今为止 福特因本轮罢工而采取的裁员人数达到了2480人 UO主席Sean Finn此前曾批评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的裁员行动 称这些公司试图向工会成员施加压力 但罢工会持续直至达成协议 美国联邦政府推出的储蓄者匹配计划 SAVERS MATCH PROGRAM将于2027年起 将为401K退休账户 403B教育人员储蓄账户 雇员储蓄奖励配款计划退休账户 以及传统个人退休账户 每年存款最多2000美元 政府相对提拨50%的适用范围 该款项是直接存入退休账户 而不是以抵税的形式 该计划旨在造福中低收入民众 年收入超过某个标准 相对提拨金额递减 到达某个门槛则失去参加资格 2027报税年度里 个人年收入25000美元以下 夫妻联合收入41000美元以下 报税户主年收入30750美元以下 都在获得相对提拨的适用范围内 一位美国官员表示 美国即将采取措施阻止美国芯片制造商规避政府限制 向中国出售半导体 这是拜登政府即将采取的防范更多人工智能芯片出口行动的一部分 知情人士对彭博社透露 最新的规定旨在晚上和堵塞去年10月宣布的限制措施中的漏洞 拜登政府正在寻求加强控制向中国公司出口用于人工智能应用的图形芯片和先进芯片制造设备 美国还将对试图通过其他国家运输来逃避出口限制的中国公司实施额外检查 并将中国芯片设计公司列入贸易限制名单 要求海外制造商获得美国许可证才能履行这些公司的订单